我觉得是bargaining这个part吧 因为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数据收集和统计 现在经济学可能随着它越来越数字化 数据统计这一块可能是最关键的一个part 然后它可以最直接的在课堂上 直接对数据进行一个收集的归类 让大家更直观地去体会 而不是以前只看一些死板的数据一些统计 这样的话可能让大家感觉知识非常多的词